单身女孩燕子在越南大山挖竹笋,偶然发现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女孩,小女孩全身穿得破破烂烂,身上比较脏,好心燕子直接抱回家开始照顾。 大家好,眼前看到就是单身燕子在越南大山上的家,今天跟往常一样,背上竹框,准备上山收获竹笋。 燕子也是一个很苦的人,至今单身生活在大山上自己建造的小竹子房里面,每天靠着种田上山收获东西,赚一点生活费。 一个小竹框,一把刀,一双拖鞋,成了每天出门的标配,也就是从今天开始,燕子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,以后从此不再是一个人生活。 收获了几根以后,坐在水坑的旁边,开始屈皮整理。 燕子年龄不大,看着就比较有爱心,并且也是非常的能干。 每天白天的工作就是上山收获各种山货竹笋,维持一个人的生活。 燕子自己的生活经历背景比较特殊,看着年龄也不小,至今还是单身,只因为以前被人伤害过。 燕子的故事以后慢慢说给大家,走到一个大石头的跟前,燕子被眼前都吓到了。 一个小女孩自己躺在上面,感觉全身伤痕累累。 好在身上热乎乎,还有呼吸,肯定是饿坏或者是从上面摔了下来。 好心的燕子怎能看着不关,使劲地摇晃小女孩,但孩子一点反应也没有,幸亏被燕子及时地发现。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孩子抱回自己家,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,给孩子做一点饭吃。 燕子抱起来,孩子开始往家里走,这时候也顾不上收竹笋,还好这里距离自己家并不算太远。 我们也可以一起跟着去看看燕子家里的生活条件和环境。 穿过眼前的小河,对面就是燕子的家。 虽然一个人生活,但有自己的小竹子房,还有一个很大的院子。 家里多一个人生活,也不会给自己生活上造成压力。 回来以后,赶紧把孩子放到自己的床上。 屋里虽然简陋,但打扫得特别地整洁干净。 可以看出来,燕子平时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。 回来以后,赶紧烧柴,准备给孩子做一点饭吃。 家里你很是多。 想着煮一点稀饭,让孩子先填饱肚子。 看着孩子瘦小的身材,肯定是平时饿的。 先把孩子照顾好,以后再慢慢了解孩子的具体情况。 床上躺着的孩子呼吸比较急促,幸好这时候,稀饭也做好了。 今天如果不是燕子发现小女孩,可能还会一直在山上待着。 燕子直接用自己的碗和勺子开始给孩子喂饭。 这时候,孩子的状态看着也还可以。 给孩子吃过少量的饭以后,燕子试图跟孩子开始交流,但从孩子嘴里什么也问不出来。 看孩子清醒过来以后,准备背上孩子。 先给孩子去河里洗洗身上泥土,感觉孩子身上就没有一个干净的地方。 这段时间,孩子不清楚经历了什么情况,为什么会一个人在大山上,是迷路了还是一个孤儿,现在都还是未知。 我想,不管是燕子看到,就算是其他人发现,肯定也会出手帮助。 这就是越南大山生活的人们,最基本的素养。 洗完在太阳下面抱着孩子待了一会,头发干透以后,直接抱着孩子在小凉台上面,想着给孩子先梳头整理着装。 孩子连一个鞋子也没有,洗完以后,身上也干净了很多,多好的一个孩子。 回来以后,把孩子放在自己床上,让孩子继续休息。 现在不确定孩子具体的情况,只能等孩子状况好点以后,再给孩子交流,获取更多孩子的信息。 孩子的膝盖上黑黑的,看着肿得比较大。 以前不知道经历了什么,燕子家里也没有药,只能背上柱框,上山采一点草药。 有一些土方法,给孩子去去身上的臃肿。 附近的山上有什么燕子很是清楚,已经在这里生活很长一段时间,可以说了如指掌。 采了回来以后,赶紧给孩子准备,早一点给孩子用上,就可以早点好起来。 不然看着孩子走路都费劲。 采回来的药,把大的枝干去掉,只用树叶。 剁碎以后,放在小女孩的腿上就可以。 这种方法,平时燕子有跌打损伤,用着非常的管用。 药材也敷上了,孩子吃过饭也洗过澡,一切准备就绪。 现在唯一希望,就是小女孩可以早一点醒过来。 早一点有所好转,现在的孩子看着全身无力。 没有一点的力气,燕子看着也很是心疼很着急。 燕子是左照顾右照顾,很怕孩子受一点委屈。 如果说小女孩是一个孤儿,那以后自己的生活也会多出来一个人。 对于单身的燕子来说,无非也是一件好事情。 最后干脆就直接抱到屋子外面,很怕屋里的空气不好,让孩子在外面晒晒太阳。 整天在山里转悠生活,肯定以前吃得不好。 山上最多只是有野果子,发现野果子就可以填饱肚子。 发现不了,只能饿肚子。 小女孩遇到燕子以后,自己的生活也就可以从此改变。 最后抱到屋里以后,感觉小女孩状况一点都没有变好。 小女孩嘴里一直说饿,所以赶紧做上锅,再给孩子做一点点饭吃。 锅里面放了一点青菜的叶子,还有自己采回来的竹笋。 孩子现在吃东西,肯定不能大鱼大肉,吃得太多,对孩子的胃也不好。 孩子一边吃东西,嘴里一边说着感谢的话,现在的燕子不需要小女孩的感谢,只希望可以早点好起来。 腿上的药材拿下来以后,燕子烧一点热水,开始给孩子准备擦拭。 此时孩子的状态似乎也好了很多。 吃过两次饭,这已经过去两个小时的时间,看着精神状态越来越好。 又过了一段时间,孩子扶着小路台上的竹子也可以走路,此时燕子终于可以放下心。 小女孩到底是什么原因,自己在大山上的石头下面睡觉呢? 现在孩子的精神状态已经好很多,也算比较正常,跟燕子交流的还算比较好。 孩子看起来比较懂事,长得非常可爱。 话也比较多,这样以后燕子在家也就不会变得无聊。 眼前看到就是燕子家的全貌。 两人的故事以后就从这里开始了。 在自己家睡了一晚上,醒来以后发现孩子发烧了,直接到山下买药照顾孩子。 大家好,天亮了,但是孩子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,肯定是长期的饮食不习惯导致的。 为了给孩子买药,燕子只能上山收货东西卖了挣钱给孩子买药。 以后燕子的生活也就不会孤单,到了山上本来想收野果子去卖,却阴差阳错地发现了一种药材,看到以后就赶紧收。 一会儿可以先放回家,正好可以回去看看孩子,燕子也很怕孩子会乱跑,所以很是担心。 越南的山上真是有很多宝贝,没一会儿时间,几个大圆球就被挖出来,一会儿跟着燕子回去看看,这到底是什么好东西。 燕子的家也很简单,两根竹子就是一个大门,有了小女孩以后,家里肯定会变得热闹,但也会让燕子的生活增加一些压力,让本身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 小女孩现在的状态也不错,脸上也有了笑容,跟昨天比起来精神了很多。 燕子拿上工具,也准备加工自己意外收获的药材,小女孩自己坐在楼梯上,看着还是比较虚弱。 稍微不注意,都容易摔下来,收回来的药材需要全部切开,进行晾晒。 燕子又停下来照顾孩子,看着孩子难受,燕子心里也不舒服。 大疙瘩切开以后,里面呈深红色的颜色,这么大个儿,一共收回来五六个,大家有没有知道这叫什么名字,就像是一个木头筷一样。 小女孩坐在燕子对面,两人时不时地交谈,孩子总不愿意提起以前的事情,并且记忆的事情也不多。 一直到现在孩子连个鞋也还没有,燕子把收回来的东西晾晒上,还需要在上山收获野果子挣钱。 小女孩也很是懂事,帮着燕子一起往小桌子上面拿,这样看来,以后小女孩说不定还可以帮助燕子很多事情。 药材看似不多,全部摊平以后也占满了整个桌面,全部晾晒好,回到屋里以后,燕子又开始照顾孩子,很是舍不得离开,但是不上山就没有收获,现在孩子身体比较虚弱,以后孩子恢复正常,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上山。 现在给孩子喝的,也是特意给孩子熬的药材水,昨天晚上就一直给孩子喝,燕子可以说整晚都没有睡一个好觉,但效果并不好。 所以只能让孩子在家里休息,不要乱跑,自己又要背上竹框到山上收获。 以前看好的野果子,一个人一条狗,每天这样就是燕子的基本生活。 现在忽然来了一个小女孩,多多少少还有点不太习惯,很快就来到野果子树旁边,直接拿刀砍,直接收就可以。 以后有了小女孩,自己上山以后也多了一份牵挂,燕子本身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,至今没有男朋友,也没有亲朋好友。 所以不会再以别人的眼光,以后把小女孩照顾好,就是自己最大的心愿。 这一片的野果子比较多,以前来过无数次,但都没有成熟。 现在成熟以后,随随便便都可以摘满一筐。 最后,手里还拎着一串采摘像小葡萄一样的果子,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,越南的山上总会给人比较大的惊喜。 背上竹框,直接到附近村里售卖就可以,有了小女孩以后,今天也是第二天,所以燕子也不敢走太远的路程。 很怕孩子在家里待的时间长,睡醒以后到处找不到自己,随便乱跑,就麻烦了。 山下的纯实木房,看起来方方正正,私密性比较好,保温性比较好,这也是燕子将来奋斗的目标,希望自己可以拥有这样的房子可以居住。 刚摆好以后就迎来了一位顾客,先来购买一个个野果子,就像一个大葡萄一样。 以前南海和小雪似乎也卖过一次,特别受人欢迎,变得跟附近村里的人基本上也都比较熟悉。 今天下来买东西,跟往常一样,现在别人也不清楚,燕子家里多了一个小女孩,好在燕子一个人生活习惯了,并不在意别人的眼光。 很快剩余没有多少,来了一位顾客全部都要了,从开始摆摊到现在,最多半小时的时间全部就卖光。 今天很是顺利,感觉就像是小女孩给自己带来了好运一样。 越是这样,越来越担心家里的孩子,所以说选择先回家看看孩子,再返回到村里去给孩子买药,确保孩子在家里安全以后燕子才会放心。 很着急的到家以后,发现孩子一切正常,竹筐放下以后,背上自己的小包,就赶紧到山下去买药,早一点给孩子用上,孩子就少受一点罪。 从早上到现在,不说累不累,就说燕子已经走了多长时间的路,一直就是不休息,以后肯定会比现在还要更加的忙。 来到药店以后,就跟店员说孩子的情况,找一个疗效比较好的药回去,让孩子用上,就可以见效。 燕子很认真的在听店员说的注意事项,看着燕子就很是面善老师,还好是碰到这么好的一个女生,以后孩子肯定也会跟着幸福。 拿上药以后又是急匆匆的一路小跑,想着早一点回去。 此时燕子比谁心里都着急,很怕怠慢了孩子,一心的想把孩子照顾好,变成以前一样,健健康康,可可爱爱。 回来以后,孩子也非常的听话,一直在床上等着,也没有乱跑。 坐起来以后,感觉身体还是比较微弱,赶紧把药给孩子用上。 其实孩子肯定就是营养不良,导致的抵抗力下降,就会容易生病。 回来的时候,为了保险起见,不仅买了头上贴的,还买了一些泡水喝的药,其实燕子非常节俭。 当然这时候也不担心花钱,从燕子身上穿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来,平时很是朴素,连新衣服都舍不得买。 喝完药以后,燕子一边安抚,一边让孩子再多睡一会,当药笑上来以后,肯定会有好转。 眼前看到的几个简易的房子,就是燕子全部的家产,一转眼等孩子醒来以后,已经是几个小时以后了。 感觉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,孩子身材非常的瘦小,肯定平时吃得不好,一会做点好吃的就行。 最近几天慢慢地给孩子增加饭量,让孩子慢慢地好起来,很不错啊,孩子自己都可以下床了,如果孩子再有一双新鞋子就好了,自己来到洗漱台的地方,开始洗脸。 看来孩子虽然小,但是很懂事,能自己做的事情,绝对不会麻烦别人,真是太好了。 以后两人会生活得怎么样,还要慢慢地磨合,燕子给小女孩买了一身新衣服,孩子的身体恢复得也很好,两人越来越像一家人。 燕子最后直接杀鸡给小女孩补身体,终于可以有肉吃。 大家好,燕子领回来孩子以后,今天是第三天,孩子也很是懂事,直接给燕子拿鞋,很是懂事。 孩子的身体恢复得很好,起床以后,背上竹框,准备上山到田里收获玉米,孩子要是再有一双鞋就好了。 小女孩逛的脚丫子在前面走,真的很怕踩到石块或者树枝的时候,孩子的脚会受伤。 孩子今天的精神状态很好,走起路来非常快,完全要感谢燕子,这两天对孩子无微不至地照顾。 又开始爬山,种植的玉米在山上,距离自己家也不是很远,所以很快也就到了田里。 其实早就已经可以收,只是一直没有时间。 玉米接杆,早就已经变得干巴巴,在越南山上种植粮食,主要就是靠天吃饭。 雨水大的时候,农作物就会高产,反之可想而知。 小女孩随手摘下来一个,看着个头还挺大,来田里以后,直接就开始摘。 感觉很是熟练的样子,以前肯定经常干活,燕子以后也算是多了一个小帮手。 摘了以后,直接放到竹筐里面,燕子穿着大鱼鞋,可曾想孩子这时候光着脚丫子上来的, 但是一点也不影响孩子干活,速度也非常快。 整理完成以后,全部再次放到筐里面,筐子放满以后,直接被回家。 这一片种植的不多,能收获一筐,燕子说也很是意外。 多鱼出来的女孩,一手还拿了三四个,也算是大丰收,回家以后可以喂养家里的鸡。 别看这一片山上全是草,燕子平时种了很多农作物,南瓜,西瓜等等全部都有。 说不定一会还有意外的收获,时间长不上来,改瘦的东西,其实燕子心里也记不清楚了。 并且今天也给孩子准备了惊喜,孩子睡觉的时候偷偷地到山下,给孩子买了一身新衣服。 看待孩子现在肩上有一个大个的南瓜,燕子的杯筐里也放了几个。 真是太好了,有时间的时候就可以给孩子熬粥喝。 下山以后忙碌半天,全身都是汗水。 正好可以到河里洗个澡,回去以后直接换上新衣服,孩子肯定也会高兴坏。 孩子在水里开心得很,跟燕子在山上发现孩子的时候比起来,精神状态简直好了百倍。 以后的燕子也就终于可以省心,不用再为孩子过多的担心,不然整晚整晚的都睡不好。 哈哈,直接就跳下来了,看来这两天两人处的关系还挺好,以后的生活希望都可以像今天这样开开心心的。 小女孩以后也算是有了家,不用再到处流浪,不用再为吃得发愁。 上岸以后,背上竹筐直接回家,其实山上还有很多东西都需要收,但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的。 以后的日子还长,有了孩子以后,燕子也就结束在山上独立的生活。 至少每天可以有人陪自己聊聊天,并且孩子看起来非常懂事。 这不很快就已经到了家门口,房子周围以及山上慢慢开发出来很多地。 这样以后,两人也不用为吃得发愁。 再者说了,孩子还小,就算吃也吃不了多少。 回来换好衣服的两人,简直就跟大便样一样。 一人一身新衣服都穿着小裙子,看起来干干净净,让人眼前一亮。 换洗下来的衣服直接开始洗,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平时洗菜洗衣服的操作台,下面就是一个积水坑,用起来比较方便。 看看孩子直接开始喂鸡,在这里也开始放松,已经融入到新的生活环境中,以后也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家。 燕子虽然不是自己的亲妈妈,但胜似自己的亲人。 一大筐玉泥倒在小凉台上面,开始整理,带着叶子收回来。 直接可以挂到墙上,以后晾干了,喂鸡的时候可以直接过来拿。 孩子很有眼力见,在一旁也跟着燕子的动作学,最可惜的就是下山买衣服的时候没有买到鞋子,只有卖衣服的。 下次再下山,燕子说一定给孩子补上,这样无论以后去拿也就不会割脚。 孩子直接到院里搬回来一根竹子,放到小凉台上面以后,玉米就可以直接挂上去。 这么小的年龄,有活的时候抢着干,怎么能不让人喜欢呢? 直接开始挂,孩子以后也要慢慢习惯这样的生活。 把玉米全部挂完以后,还有很多零碎的活要干。 孩子跟着自己也可以锻炼锻炼,对身体也有好处。 总不能俩人在家里闲着,平时燕子自己一人的时候,每天都是这样盲目,从来也不会闲着。 哎,或许山上的人们都一样,眼里总是有干不完的活。 这项工作完成以后,这不两人转身又往山上走,跟着一起看看,还可以收获什么东西。 眼前两只蝴蝶翅膀一闪一闪,仿佛很开心,就像是此情此景,燕子跟孩子所处的环境一样。 或许这就是缘分,让两人相遇,希望以后两人的生活也会多姿多彩。 就连过河的时候,直接把孩子背在后背上,不是亲生胜似亲生,看来燕子也非常喜欢她。 上山以后,眼前的地上有灵芯的韭菜,孩子手里拿着袋子。 看来也是有备而来,自己生活在这一块山上。 平时基本没有人来,自己的家,周围的山上有什么东西。 燕子也是一清二楚。 其实多一个人,也是好事情,虽然燕子没有结婚,也算是提前适应以后的生活吧。 两人一边收,也很是开心,氛围感比较强。 完事直接往上走,又来到了一片香蕉树的位置。 不过香蕉早就收完,留下香蕉树,其实香蕉树新收回去,也可以吃。 接下来就看燕子的操作,砍下来以后,然后把外面的皮全部去掉。 就会包出来里面干净的树心。 不用过多的解释,我想大家肯定都见过,也都知道。 弄好以后,直接递给孩子。 今天看似上来收获东西,其实也是燕子想让孩子清楚。 自己的家产,让孩子也放心。 以后跟着自己,绝对不会受一点委屈。 又开始砍一个特别大哥的,全部收回去以后留起来,想什么时候吃都可以。 回去路上,还不忘记找一个大叶子包起来,不然拿着太多,很是不方便。 今天的收获不少,现在的时间也不早了。 孩子来到自己家两三天的时间,一直都吃得比较清淡,很怕把孩子吃坏身体。 稍作休息以后,燕子告诉孩子要给他杀鸡吃,毕竟两三天时间过去,孩子的胃肯定已经缓过来。 找了半天,大家看看,直接拎出来一只大公鸡,两人今天也算是可以一起改善伙食。 很神奇吧,杀好以后,直接放到锅里,过上一会,直接就可以开饭。 当然,米饭也已经偷偷地煮好,接下来就是两人享受的时间。 米饭也直接端过来,孩子眼睛直勾勾地看着,肯定都已经在流口水了。 估计已经几个月,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没有吃过肉。 这时候,孩子肯定感动得很,燕子对孩子也很好,直接弄下来一个大鸡腿给了孩子。 孩子也别客气,赶紧拿过去吃吧,如果孩子有名字,以后就好了,以后也不用总是孩子孩子的称呼。 大家猜猜碗里的是什么呢?是豆腐呢?还是别的好吃的? 看看孩子大口吃得很是幸福,只要不称道,就可以随便吃。 看到两人变得越来越好,大家也就可以放心了,明天两人又会做什么呢? 不好了,燕子被压在了一棵树下面,小女孩哭着跑过来,费了好大的劲才脱离危险,看着燕子的表情就很是难受。 大家好,一早都还正常,燕子在山上就回来小女孩第五天,也给孩子终于买了鞋子。 穿上鞋子以后,就跟燕子开始上山准备砍树,改造自己家里。 以前燕子总是独来独往,有了孩子以后,无论去哪里都带着,很怕孩子受一点委屈。 很快来到一棵小树的地方,清理完周围的杂草,就准备开始砍。 有了木材以后,燕子计划改造下家里的房子。 毕竟有了小女孩以后,处处都要多多的考虑。 燕子忙碌,女孩在一旁等着,看第一棵树的时候还是顺利,这棵树也比较小,没有费多大的力气。 不过山上到处都存在危险因素,燕子还是决定背上树,让小女孩到一个距离自己工作范围远一点的地方等着自己。 现在每天一个人生活,燕子至今还是单身,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。 一天也不想闲下来,现在又多了一个小女孩,也不能总在家里闲着。 最近四五天时间跟小女孩出的关系也挺好。 在地上不清楚,捡了几棵什么果子就开始完,也可以打发时间。 很快燕子又发现了一棵长得比较笔直,直进大一点的树。 走过来以后,燕子左看右看,一眼就相中了眼前的这个树。 在山上生活,除了竹子就是木材,家里无论搭建架子,制作菜园的围栏都离不开树木。 咔咔咔的就直接开始砍,此时小女孩幸亏离砍树的位置比较远。 就在树倒下来的时候,燕子判断错了树倒下来的方向,加上脚下一滑,直接让树给压住了。 女孩听到呼喊的声音,很快就跑到了燕子的旁边,小小的身材也是使出了全身的力量。 两人一块费了好大劲,把树才移开。 坐起来以后,半天都缓不过来,看着问题不大,但树直接压到了燕子的身上。 孩子也很害怕,以前哪里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。 慢慢悠悠搀扶着燕子,好久终于到了家门口,燕子一直捂着肚子,可以走路。 估计腰应该没有问题。 回来以后,孩子还帮助燕子脱鞋,前几天一直在照顾孩子,现在算是反过来了。 燕子可以说救了小女孩一命,孩子也很是懂得感恩,一切都记在心里。 给孩子买衣服买鞋,孩子虽然小,但是这时候也到了孩子表现的时候。 躺在床上满头大汗,肯定是受到了惊吓。 孩子拿着毛巾,直接开始给燕子擦洗,到现在肯定都还没有反应过来,在山上生活,避免不了磕磕碰碰,希望这次也可以很快地停过去。 两人计划砍书下来以后,一起到下山买东西,这一下只能孩子自己尝试一个人去了。 来到凉亭的地方背上竹筐,别看孩子小,很是懂事。 买东西有钱以后,回来的时候还可以给燕子买点东西吃,今天燕子的情况肯定是不能下床做饭了。 家附近有一棵果子树,本来已经订好的事情,今天只能孩子一个人来完成。 到了树的下面,树很是高,孩子看着都发愁,树上的果子也很多,这几天在一起生活,燕子已经领着孩子卖过几次东西。 放下竹筐以后,直接就开始往上爬,从小生活在山上,爬树的动作很是熟练,直接就到了果子的位置。 看着也挺多,幸亏这棵树也不是很高,有小编跟着,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。 孩子以后总要长大,总要有第一次。 下来收拾好以后,全部都放在筐里面,筐子也没有放满,拿上工具戴上帽子,也就准备往山下走。 燕子平时也没有多少的存款,但是孩子也并不嫌弃,刚来家里时候,好几天都没有鞋子穿,也是一起卖了几次东西挣钱以后,才给孩子买的鞋子和衣服。 孩子又开始摘野菜,肯定是多想卖一点钱。 燕子其实能干,以前挣了不少钱,但是让自己不争气的男朋友都给拿跑了。 燕子的事情也是一时半会说不完,以后都会给大家慢慢介绍清楚,其实燕子也挺苦,不过是一个好女孩。 背上竹框再次出发,感觉孩子都已经有点背着费劲了,不过还是坚持着,放下竹框发现野菜以后,又开始摘在越南农村无论大人孩子,到处都可以看到卖东西的,这个大家肯定也都清楚。 别看个头小,干活的时候真的是有模有样的,可惜了,就是没有生活在一个好的家庭,这么小的孩子就成了孤儿。 又换了一个地方,放下竹框肯定是又发现了目标,孩子的野心还是挺大,这不又已经开始采摘,感觉在孩子身上都可以看到燕子的身影,或许也是一种缘分。 让两人相遇,以后的生活中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事情,会不会一切顺利,又会经历什么,还是需要交给时间,现在的事情,一切都还是未知数。 采摘的叶子放进去,里面都已经快放不下了,跟着孩子一起下山,看看今天会不会很顺利呢,又会到什么地方去卖。 走走停停的,也算是终于下山了,真是很厉害,一个人背着比自己块头都还要大的竹框,燕子以前也算是没有白滩孩子。 拿出来袋子,就准备开始摆摊,不过路上基本都没有人,一会能卖出去吗? 孩子新来这个村里,一个人都也不认识。 最后一串果子拿出来,摆放的也很是整齐,后面的墙也是砖墙,山上的村里也还算是挺富裕的。 眼前这个顾客是不是开饭店的呀,来了以后,直接就把全部的野菜全部都要了,也算是解决了一大难题。 孩子今天下来,自己卖东西,肯定也是想证明自己,给燕子看,让燕子以后也可以放心,所以说今天挣多少钱已经无所谓了。 挺好又过了一个小姑娘买东西,还有眼前的小男孩,一人要离穿椰果子,来了没有多长时间,就很是顺利卖出去不少。 这个位置选得比较好,也是以前燕子带孩子来卖东西的地方,说到燕子此时也不清楚怎么样了,东西一会全部卖完以后,赶紧跟着孩子回去看看。 眼前的好心大哥也买了一份,孩子很懂礼貌,直接站起来给顾客带子。 当然收到钱以后,也很是开心,最后就剩余一份,只能再等等。 几分钟过后,竟然来了一位小姑娘过来买,两人的年龄也差不多呀。 但是穿着打扮的差距确实是有点大呀,不过相信以后跟着燕子生活,肯定都会慢慢好起来的。 全部卖完,整理好东西以后,直接就来到了小超市。 说巧不巧,超市里面只有一个小姑娘看着店铺,肯定是家里人有事情去忙碌了。 有钱以后,看看孩子打算买什么东西,应该是只买了两盒风味的饮料,本来是想着回去给燕子喝的,可能也是自己想喝了。 不过可以原谅,这么小,其实懂得也不多,回去以后燕子不能做饭,要是可以买点当做饭的东西吃就好了。 出去一趟,也终于回来了,赶紧跑到屋里看看燕子吧,其实以后叫燕子妈妈都是可以的,这样也会显得关系比较亲近。 燕子躺在床上还在睡,也不清楚状况怎么样了,孩子直接开始叫燕子起来,自己买了饮料回来,也想让燕子开心开心。 起来以后还是捂着肚子,看来情况不是很好,拿出来饮料插上吸管,直接给燕子喝,孩子下山的时候就告诉孩子,不用找医生,也不用买药,想着自己扛一扛,应该就会好起来。 孩子上床以后,燕子饮料都没有喝完,就又直接躺下了。 孩子这时候,或许也开始担心了,在床上就开始守着,拿着饮料想着喂燕子,或许也是没有胃口,只想休息,所以也只能先放下。 孩子拿起来,扇子又开始扇,最后希望燕子可以早点好起来。 燕子和孤儿小花越南生活日常,一场大雨过后,孩子穿得单薄有点生病,所以燕子只能冒雨下山,到村民家里给孩子找旧衣服穿。 燕子被树砸到肚子以后,过了好多天,也终于缓过来了。 早上起床以后,开始给孩子梳理头发。 两人有说有笑,氛围很是好,小花也有了名字,以后想称呼燕子妈妈,但是燕子却没有同意。 燕子说,毕竟自己还是单身,一时半回还接受不了。 同时也很是害怕周围的人,用异常的人看自己。 燕子领着孩子来到田里,开始翻地,准备开始春耕,种植蔬菜和庄稼。 有了小花以后,家里也热闹了很多,也不像以前那么冷清。 小小的个子,直接拿着锄头学着燕子的动作。 在田里也开始翻地,小花这孩子,真是很懂事。 小小的身材,全身都是力量。 燕子也是厌福不前,把孩子领回来以后,两人生活得很是开心。 以后的生活都有了盼头,要是以前燕子随便一点地,都可以勾自己生活。 现在家里增加一个人,必须的,要比平时还要更加的努力。 最近本地的天气,总是喜欢下雨,好在也给孩子买了小雨鞋,孩子身上穿的衣服,也都是在附近村里,跟别人要的。 全部买新的燕子,囊肿羞涩,也是有点吃力,本身生活在这种环境中,就没有多少的积蓄。 以前说过,燕子全部的积蓄,都已经被男友全部骗走了。 干干停停,有了孩子的一块盲目,两人很快也就基本翻地完成。 小花来了以后,不仅没有给燕子增加负担,并且还可以帮助燕子,分担一些家里的活。 非常不错,全部完成,一块块小菜地,平整得很是规则,开始还是杂草丛生,一瞬间就变了模样。 回家以后,赶紧休息一会,此时的天空也已经开始掉小雨点。 其实在山上生活也是家常便饭,到了夏天的时候,几乎都是天天下雨。 盲目完菜地,两人又打算到稻谷田里拔草,现在看着都已经起风了。 一会儿,又该降温了,两人穿的也都很是单薄。 眼前这一大片的稻谷田也全部都是燕子,去年刚刚开发出来,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成熟收获。 如果说到了收获的季节,燕子将会瞬间变成一个小土豪,但现在还要每天不停地照顾。 胜利就在眼前,两人还需要努力。 田里看着就挺干净,不过两人也都闲不住,忙碌半小时就累得赶紧坐下来休息。 两人要是真正的母女,那就幸福了。 现在得风越来越大,身上的汗水也很多,一会儿都容易吹得难受。 尤其是孩子小小的年纪,今天干了很多活,又是这么大的风吹。 可能也是太想表现自己,用力过忙,回来的时候看着都已经没有力气。 最后回到屋里以后,大家看看终于坚持不住,感觉要生病的节奏,燕子看着也很是难受。 燕子只能让孩子在屋里休息,自己下山想法,去给孩子要挤身衣服回来。 本身就没有多余的衣服,加上今天干活,全身都湿透,更是没有办法。 燕子手里也没有多余的钱,所以只能到山下的村里去试试运气,看看能不能逃一点衣服,回来给孩子穿。 此时也已经开始下雨,燕子站在门口跟老人交谈,奈何人家家里也没有闲置的衣服,所以只能继续到下一家去试试。 下雨天燕子一个人走在路上,看起来都很是无助,已经去过好几家都没有收获,感觉都有点想放弃回家。 还好最后又来到一个同龄人家里,很客气地让燕子坐在小凳子上面,燕子的肢体动作看起来就很是不好意思, 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,还好对方家里还真有适合小花穿的衣服,这下好了,今天也没有白白的下来。 其实燕子以前很是要强,以前从来都没有找过村里人帮忙。 直接拿了好几件衣服,燕子也很开心地拿着衣服赶紧往回走,这么好的消息,回去小花看到以后肯定也很是开心。 雨下下停停,燕子快到家的时候,雨也停了,冒雨下山,如果多等一会也就不会淋雨了。 但是问题又来了,回来以后找遍了家里,就是没有孩子的影子,这下可把燕子又给着急坏了。 赶忙出去四处找孩子,又是下雨天,孩子回去哪里呢,真是不让燕子省心呀。 远处应该就是孩子吧,怎么还背着一个竹框,里面好像还有东西。 直到最后两人碰面以后,这才发现原来是孩子到山上砍柴去了,本身就不舒服,还去山上干活,这下又把燕子给心疼坏了。 燕子赶忙背上竹框,领着孩子就往回走,这样让燕子就会更加的自责,以后不对孩子好点,自己更加的会过一步去的。 回来以后,楼梯下面的坑里也都是水,燕子赶紧把柴火放好,一会回屋以后赶紧让孩子换上拿回来的衣服。 紧紧地抱着孩子,又是下雨,显得场景就更加的让人心疼,小花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。 燕子赶紧收拾袋子,拿出来衣服,让孩子看看,虽然是别人的旧衣服,但是在这样生活环境中,有衣服可以穿就已经很是不错。 小花看了以后,那也是相当的满意,什么是幸福,这或许就是简简单单的幸福。 休息过后,燕子也就要做饭吃,明天两人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? 不好了,小女孩在村口卖东西,直接被三个小孩子欺负,把小女孩东西直接提翻。 这几个孩子,真是坏。 大家好,单身燕子和就回来的小女孩,一起生活的第十天,早上还很是正常。 燕子让孩子自己在家里等着,自己一个人到山下去买食物,准备制作今天的早饭。 燕子其实一个人生活也不富裕,很多时候早上都不吃饭,就开始一天的忙碌生活。 但是有了小花以后,燕子也想改变自己不吃早饭的习惯,一切都是为了孩子。 到山下最近的超市,其实有很远的路程,来回至少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。 到超市以后,也不清楚燕子会买点什么好吃的回去。 小花一个人在家,看起来也很是无聊,左等右等的燕子一直不回来,孩子还小,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概念。 一边等,自己一个人还自言自语地说话,或许也是想表现自己。 燕子走的时候,就告诉小花不要乱跑。 自己跑到亭子里面,这是要干什么,不好好的在家里等着,竟然拿上竹框,向到山上去。 这孩子,真是一点也不让人省心呀,自己还知道,穿上自己的小雨鞋,就算是处于好心,山上处处都有危险。 如果发生意外情况,这不是给燕子找麻烦吗? 一个人背着竹框,也不清楚他这是想去哪里,只能跟着他一起观察观察。 山上基本没有路,坡度也比较陡,小花其实也没有卖东西的经验。 上山以后,孩子的运气还挺好,一个木头上面,生长了很多的大灵芝,这下发财了。 这么大的个头,小花掰都掰不动,自己在这里还挺开心。 一会燕子回去了,肯定又该着急了。 小花现在穿的衣服,就是昨天燕子在下山村里逃来的,看着也很是漂亮吧。 小花个头不大,销售还挺快,几分钟就全部摘好,开始往竹框里面放。 这么大个的灵芝,真是很少见,就算是平时上山特意的着,也不一定可以发现。 如果今天小花没有发现可以卖的东西就好了,这样也不用下山卖东西,也就不会被同名的小朋友欺负了。 小花现在的头发也比较凌乱,没有计划下山,燕子也没有给孩子梳理头发,让在家里等着,今天确实有点不听话呀。 下山的路上又不清楚发现了什么好东西,放下竹框就准备开始捡,肯定想着一块拿到山下去卖。 看看孩子手里拿着的,也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,并且依次性的还发现了不少,长长的看起来就像是黄瓜一样。 山上很多东西都叫不上来名字,所以说现在也并不会感到奇怪。 背上竹框就准备下山了,一起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,到了山下以后,被其他孩子把自己东西都给踢坏了。 狗子也在后面跟着,个头本来就小背着的这么大一个框子,也是没有办法。 肯定是害怕一直在家里闲着,害怕燕子嫌弃自己,所以就想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。 直接就在路边停下了,准备在这里摆摊手卖。 小花到了燕子家以后,跟着燕子也下来村里买过几次东西。 有时候也会被一些人看到,或许都已经知道小花是孤儿,遭到一些人的瞧不起也很正常。 全部把东西拿出来以后,没有多长时间,就有一个人过来买东西。 似乎也是对孩子的灵芝比较感兴趣,直接就买了一个。 已经在准备钱给小花,不错,至少今天还是有点收入,顾客刚走。 这不就看到来了几个小孩子,直接开始捣乱,全部把东西都给扔了,一边大笑着就赶紧跑了。 或许这样小花才有一个完整的童年。 大家不妨回忆一下,自己小时候有没有被人欺负的经历呢? 小花一边摸眼泪,一边收拾自己的东西,今天可是真的受委屈了,刚刚来到这个村子。 如果想跟村里无论大人小孩处得比较好,还是需要一个过程。 慢慢地要让别人接受,自己只能通过自己的表现,让别人喜欢上自己。 背上竹框,就开始往家的方向走,东西也不卖了,或许有了今天的经历以后。 小花也就会听燕子的话,说好的事情,不让小花随便地走动,可就是不听,今天肯定长记性了。 到了一个大石头的地方,终于又忍不住。 以前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受委屈,现在有了新家,还是同样被人欺负,或许他也想不明白。 燕子这时候,提着在商店买的东西,也回来了,现在肯定以为小花在家里老老实实等着自己。 又看不到人,燕子也着急了,一边找一边喊,就是看不到孩子的影子,真是不让人省心。 家里发现不了,赶紧跑到房子后面山坡上,一边看一边喊,也没有发现,回来以后,只能赶紧往山下的方向走。 又是下雨天,道路上都很是实话,可以看出来燕子非常的着急,走了很久,正好也和孩子碰面了,这下终于可以放心了。 小花本来就控制不住,一直流泪,赶紧地跑到燕子跟前,终于可以有为自己撑腰做主的人。 碰面以后,也没有来得及先回家,燕子赶紧问问孩子是什么情况,简单沟通过后,燕子也终于明白,并且告诉孩子,以后一定要听话,不能再乱跑。 也别在路上意外了,大早上的都还没有吃饭,赶紧回家,正好燕子也买了东西回来。 这下孩子也长记性了,凡事都会经历一遍以后慢慢磨合吧。 看着孩子受委屈,燕子也没有让孩子走回来,直接把孩子给抱回来了。 这可不是受了一般的委屈啊,回来坐在床上还没有缓过来,一直都还在擦眼泪,燕子也顾不上做饭, 只能继续地安慰孩子,毕竟还这么小的年龄,但燕子也没有责怪他,只是一直在跟他讲道理。 碰到燕子以后,也希望孩子以后会越来越懂事。 小花意外掉落水里,燕子为了救小花,也直接摔在水里,好在最后就上来,但是小花的腿上碰了很大一块鱼青。 大家好,本来今天的天气不错,现在也都一切正常,燕子为了给小花改善伙食。 起床以后,计划上山收获牧树,回来给小花制作牧树蛋糕吃。 现在他们正在经过的,也就是自己家的稻田,长势非常好,以前燕子一个人,也是费了好大的劲。 生长牧树的小山坡,距离自己家,并不远,来了以后,拿出来工具,就可以直接挖。 一会回去以后,我们也可以看看燕子制作特殊牧树蛋糕的方法。 燕子今天的吃法,我想大家以前肯定都没有见过。 拔出来的个头是真大,要不是今天有时间为了照顾小花的感受,燕子肯定不会舍得花费时间制作。 以前自己一个人的时候,每天几乎都是凑合过日子。 小花来了以后,燕子其实也受益,至少以后做饭比较有动力。 连地方都没有换,直接就拔出来很多。 小花在一旁,似乎也不闲着,一块跟着整理。 放到竹筐里面,背回去以后,多余地吃不完以后,可以晾晒上。 以后有时间的时候还可以吃,看看这满满一大筐。 在山上生活,如果不嫌弃不好吃,就算是不下山买食物,也不会饿肚子。 周围正好有大叶子,燕子直接就过去准备摘,拿回去以后,大家也就清楚,今天叶子的用途。 小花来了以后,燕子每天都想办法制作不同的食物吃,很怕孩子受一点委屈。 并且,不论是在家还是上山,只要是燕子可以完成的事情,绝对不会让孩子动手。 本身小花就失去了家人的关心,所以,燕子也很是同情孩子的遭遇。 整理好,最后用绳子捆起来。 今天这么好的天气,也没有计划去挣钱,都是为了孩子。 希望以后的生活中,小花也会给燕子带来很多的好运。 好人有好报,这句话说的还是非常有道理的,燕子在做,我们在看。 回来的路上,又摘了很多叶子,暂时还不清楚,要干什么用吗? 一早不吃饭,稍微忙碌一会,肚子估计都已经开始咕咕叫。 生活在大山深处,也只有这种地方,才有燕子的容身之所。 想想以前的燕子生活得很是好,其实还是挺富裕的,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,让燕子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 真是每次都想吐槽下,为燕子打抱不平。 孩子脚上穿的鞋子,也都是别人不穿的二手鞋子。 现在的情况确实有点苦,燕子也没有完全进入到,两个人一起生活的状态中,以后还需要时间给两人。 小花也别在院里溜达了,赶紧回去跟燕子一起收拾木树,吃饭以后燕子也已经有了安排。 还想着上山收获竹笋,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多好,知道一会上山会掉进水里,肯定也就不会让他们上山了。 一大筐木树,两人就算是使劲吃,肯定也吃不完,只能把皮全部去掉以后,晾晒上一部分,然后留下几个大哥的,用来制作今天的食物。 小花拿着刀,别看年龄小,有模有样的,按照燕子的意思,也在架工木树。 孩子还算比较懂事,如果说比较懒,什么也不会,我想燕子也不会这样喜欢她。 好的生活环境都是自己争取来的,都是一个互相信任,互相包容的这么一件事。 个头小的,全部都切成片,然后直接晾晒在院里的小桌子上,留下来的今天吃都是比较新鲜大哥的。 木树晾干以后,其实也可以拿到山下还钱,就是晾晒需要好多天的时间。 晾晒木树干,其实就跟国内晾晒萝卜干就是一个道理。 木树躯皮以后,形状也和大萝卜很识相。 留下来一共五六个,清洗干净,一会就可以看看燕子的表演,看看越南本地吃木树特殊的制作方法。 筐里面就是用竹子制作的加工工具,拿上木树直接在上面摩擦以后,直接就会出来木树的粉末。 就像是加工面粉一样,最后再用采摘回来的大叶子包裹住,就是像包粽子一样,很是简单。 燕子称作这种吃法,叫做木树蛋糕。 燕子手里已经完成一个,小花利用竹子制作了很多绳子,用来固定叶子。 木树本身平时就吃得很少。 今天燕子这么一加工,感觉还挺期待看到成品。 不错不错啊,包好的先放到洗脚盆里面,补脏补净吃了没病。 一会全部完工,直接就可以开始煮,时间紧任务重,吃完以后还要上山收获竹笋。 最后剩余一点,小花也尝试着开始煮,不过还是挺简单的,全部完成,最后放到锅里面,马上就可以开饭。 今天的食物,如果让我们来说,这不就是叫做粽子吗? 但是在越南本地的叫法就不同了,不管叫什么,最后好吃就行,可以填饱肚子,就是好食物。 锅里放上水,其实没有几个,直接就用最大的一个锅,这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煮熟。 不过还好,一眨眼的功夫,锅都已经端下来,隔着屏幕都已经闻到了木树的香味。 这样的做法,我想大家肯定也很是少见。 吃饭的时候,两人还特意地挤到一块,可见最近的关系是越来越好。 小花植勾勾的眼神,看着做饭的食物,以前肯定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美食。 最后吃完以后,两人连休息都没有,直接就开始往山上走。 吃饱喝足在家里休息会多好,也就不会发生意外。 不过每天在山上生活,也避免不了磕磕绊绊。 每天为了生活,肯定要出去想法挣钱。 从现在大石头的位置上去,很快就可以到达竹林的地方。 距离自己家还是非常的近。 像现在燕子手里这么大个的竹笋,还是非常少见,也是需要花费时间去找。 这个季节山上的小竹笋很多,再过段时间就会更好。 一个地方没有以后,只能灵性地去找。 这么大的山,随便都可以摘上一筐,回去煮了以后,直接可以到山下去卖。 只要到了山上以后,想找一个平坦的地方都很是不容易。 再加上,两人又都是穿的拖鞋,看着都有点危险。 也就是,在经过这个大石头的时候,燕子伸手去拉小花,但是由于太滑,孩子直接给到山里面了。 燕子赶紧下来,看似水不深,但是小花个头小,幸亏燕子救助得比较及时。 肯定是掉下去的时候,碰到了腿,小花一动都有点费劲,吓得都开始哭了。 自己小拖鞋还在水里面飘着,燕子把拖鞋还有竹笋全部收起来以后, 二话不说,就赶紧背着孩子回家。 这情况肯定是不能下山了。 水最多有半米高,但是已经超过了小花的身高,在山上意想不到的意外真是多。 所以在山上不管吃得好不好,只要平平安安就是福呀。 就连回去的时候,燕子的步伐也明显的快了很多, 这情况需要赶紧回家,给小花看看腿上到底是严重不严重。 家里也没有常备的药品,所以燕子也只能找一些草药,给小花减轻一点疼痛。 眼前这棵树上的叶子,以前燕子受伤以后,都是用这种方法,还是比较管用的。 摘上一点叶子,回去切碎以后,需要放到小花的腿上, 真希望这个方法对于小花也比较管用,不然这几天孩子又要受罪难受。 小花看着状态还不错,估计也没有伤到骨头,放上药以后,估计养上几天也就好了。 以后在上山的时候,真应该小心在小心呀,最后希望小花快快地好起来, 我们也想看到你,再次活蹦乱跳的样子。 小花在山上意外受伤第二天,腿肿得比昨天还要厉害,下床都费劲,燕子直接到山下找要回来照顾小花。 天亮以后,燕子起床了,孩子昨天晚上一宿,基本没有睡,腿的疼痛很是厉害,燕子也照顾一晚上。 起床以后,到洗漱台简单的清洗精神下,一天的生活又要开始了,此时都已经是上午十点多,回去以后也赶紧把孩子叫起来。 今天小花也没有了以前的精气神,很是不想起床,要是以前早就已经开始活蹦乱跳了。 腿上的围巾里面包裹着,在山上采的药材,昨天晚上燕子说已经换过几次,但是效果却不明显。 腿上的郁青很是明显,小腿也胖了很多,孩子今天下床都有点费劲了,以后上山的时候真是要更加的小心。 燕子今天只能在家里照顾小花,今天肯定是不能下山挣钱。 给孩子梳好头以后,燕子赶紧到山下想法找点药材,希望可以让孩子渡过难关。 小花自己在床上,看着都难受,今天就是想偷偷下床干活,也已经不现实。 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听话休息,好起来以后想干什么活都行。 这样燕子不在家里的时候,也不会担心,今天下山肯定又要找别人说好话,需要找一点消肿的特殊药材。 燕子以前很少求人,今天为了孩子也只能打破自己的习惯。 没有办法的办法,很快来到村里一个大叔这里。 大叔了解情况以后,直接起身就去给燕子拿药材,一点都不带犹豫的。 燕子等着的时候,还不忘记帮助大叔收拾玉米,这么好的人,活该有人帮助,也算是好人有好报。 大叔直接拿过来很多药材叶子,这下燕子肯定也就会放心,口里的感谢一直说个不停。 帮助燕子一次,我想燕子以后肯定会牢记在心里。 小花生病以后,家里吃的只有木树。 直接来到商店,准备给孩子买上两个鸡蛋,补充营养。 在有限的生活条件中,燕子只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。 两个小小的鸡蛋,自己平时都舍不得买,燕子家里也养着鸡,但是已经好久没有下蛋了。 两个鸡蛋,一份药材,双重的保证,燕子只希望孩子可以早点的好起来。 记得刚捡到小花的时候,燕子直接给孩子杀了一只鸡翅,如果回来要还是不见好,只能再次的杀鸡给孩子增加营养。 小花也很是内疚,坐起来直接抱住了燕子,眼里泛着泪花,看着都很是懂事。 拿上打火机,点燃柴火,赶紧把药材给孩子安排上。 现在饭都顾不上吃,只希望孩子可以早点的好起来,这样燕子也就心里好受很多。 大火旺盛以后,竹片夹住叶子,高温烘烤,等叶子热了以后,直接放在小花的腿上就行。 隔着屏幕都感觉燕子不容易,这么用心地照顾孩子。 让小花也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,看看家里住宿条件,竹子墙都是四面透风,并且今天山上的气温也是格外的冷,更是对孩子的腿不利。 这时候燕子也想起来,两人都还没有吃饭,洗漱台还有昨天收获的木树,今天也只能继续煮木树吃。 不过孩子还好,燕子回来的时候,还给买了两个鸡蛋。 说句不好听的,也可能是因为品种的不同,木树在当地基本上都是喂猪喂家里的鸡鸭鹅吃,人要是有办法的时候,其实很少吃。 昨天加上今天,甚至还有明天,都需要在家里,相当于三天没有收入,这几天也只能吃木树度过。 木树直接切成小块,燕子直接制作了半盆,完全够今天一天吃的。 今天天气非常不好,吃饭以后,直接开始下起了大暴雨。 今天只能待在家里,哪也去不了,也就当作给自己放假休息了。 清洗好以后,看着都不少,锅里倒上水,最后放在灶台上,慢慢等着吧。 一个简易的小灶台,燕子都已经这样生活好几年,现在也不同,已经是两人生活,所以燕子对家里的生活环境也开始有所要求,立志要有机会改造自己家里的住宿环境。 买回来的两个鸡蛋,放到锅里面给孩子煮上,也算是给孩子加餐,自己肯定是一个,也舍不得吃。 锅端下来以后,终于可以吃饭。 燕子起床以后到现在,一会都没有闲着,反而孩子今天不错,也算是因火得福,可以一直在床上休息。 燕子真是用心,吃饭的时候还不忘记喂孩子,这让孩子如何是好,以前哪里享受过这种待遇,虽然现在吃的只有木树,但是小花肯定感觉比吃大鱼大肉还要开心幸福。 这场面看着都很是温馨,小花的父母在天上看到,肯定也会感激燕子,完全就是当做对待自己孩子一样。 不过燕子以后肯定也要结婚生孩子,家里有了小花,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 一人一碗木树,小花还多两个鸡蛋,吃饱喝足以后,燕子家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忙碌,小花继续在床上安心地养伤。 燕子收拾碗筷,做的这一切小花肯定也都看在眼里,以后自己好起来以后,好好抱大燕子吧,以后干活的时候勤快点。 这也是小花目前唯一可以做的。 安慰好孩子以后,燕子哪里闲得住,又拿上工具开始清理房子后面的杂草。 其实小花到燕子家以后,也引来了很多附近大人孩子的指指点点。 好在现在住的地方距离村里比较远,燕子其实也不在乎。 做好自己,日久见人心,或许时间长了以后,别人也会改变对自己的看法。 一边干活,心里肯定也在想着什么,燕子其实也真是不容易,自己过得就不如意,没人安慰自己,每天还要再照顾孩子,我想一般人肯定都会受不了。 活都还没有干完,现在天空又开始下小雨,让周围的氛围也渐渐地紧张了起来,一直到现在燕子还是不想停下手里的活。 赶紧回屋吧燕子,雨停了以后再干,别再把自己给淋得生病了,到时候可没有人照顾你啊。 现在的雨是越来越大,感觉像是在憋打招一样。 这雨量简直就是大暴雨,看看河道里面水都已经变得浑浊。 燕子站在屋里,也开始担心起自己的房子,希望屋不要漏雨就好了,还有小花可以早点好起来。 燕子和小花在大山上的生活,一场大雨过后,小花又发烧。 燕子用药水给孩子擦拭身上,熏蒸身体,这样到底有没有效果呢? 小花或许也是忍不住,自己捂着头又开始哭,燕子赶紧过来安慰,真是有什么也不能有病。 燕子摸着头,感觉已经发烧,幸运的是,小花的腿已经好了很多,也多亏了燕子昨天在村里,给孩子找的药材起了作用。 燕子安慰以后,孩子的情绪也好了很多,家里没有常备的药品,只能还是上山去找药材,如果最后实在不行就只能到医院,这样大家也就不用再担心。 自己家山上附近,有什么可以用的燕子,就直接开始收集。 今天开始的视频画面,大家也看到了,燕子直接用树叶药材水给孩子擦拭身体,并且也用了当地的熏蒸方法。 又来到一棵小树的地方,这已经是采摘收集的第三种树叶,当然肯定也不是随意的采摘,燕子从小生活在大山上,都是慢慢积累的经验。 筐里面看着都已经很多,但是燕子还在不停地变换着地方,想把可以利用的全部都采摘一遍,希望小花可以一次性地就会有好转。 眼前这棵树上的也不放过,已经数不清这是采摘的第几种叶子,但是燕子的初心是不变的。 在山上生活没有多少收入来源,能省点钱肯定是要省钱,还可以把小花的病情控制住,就是一件好事情。 现在燕子也没有别的追求,目前也已经开始攒钱,准备改造自己家的房子。 采摘完以后,背上竹框又要开始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,燕子巴不得把整个山上可以利用的叶子全部都收集起来。 但是出来的时间也不能太长,毕竟小花自己很是难受的一个人家里等着。 又来到别人家的稻田附近,看来燕子已经距离自己家里越来越远,收集不到足够数量的叶子,燕子也是不放心。 自从小花到了家里以后,感觉就没有消停过,燕子变个更加的忙碌,但是燕子却一点都没有嫌弃。 竹框里面也开始变得沉甸甸的,赶紧往回走,小孩子的身体素质就是不好,来了燕子家里以后,其实照顾得很是好。 可能也是以前小花,长期的流浪导致的营养不良,稍微有点风吹草动,就身体就容易出问题。 回来孩子已经睡了,至少不哭不闹,燕子可以趁着这个机会,赶紧把采摘回来的叶子用锅煮上。 一框东西至少有十几种的叶子,里面全是燕子对孩子的寄托。 孩子生病以后,燕子肯定也很是难受。 选择跟孩子在一块生活,就要对孩子负责。 不管孩子以前是什么样,至少以后不会让附近村里人说三到四,所以必须要下定决心,把孩子照顾得健健康康,慢慢长大。 将来燕子还想让孩子去读书,所以说以后花钱的地方会很多。 遨有花费的时间比较长,燕子直接找来很多大哥的木材。 平时做饭的时候都用不到,小花还在床上睡着,燕子动作也很是小,很怕惊动了孩子。 能让他多睡一回也就会好受一点。 燕子现在手上的大叶子是准备烤了以后,给孩子放到头上,用来起一个降温的作用,想的是比较周全,希望这个方法也会管用。 孩子是一边睡一边哭,估计也没有睡好,大叶子烤得有温度,以后燕子也不想多等一秒钟的时间。 燕子一个围巾平时自己都舍不得戴,这两天可派上了大用场。 大树叶放在孩子头上,用围巾在裹上,过半小时以后,没有特殊情况就会起到作用。 孩子也渐渐地平静了下来,有燕子无微不至地照顾,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。 现在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,还是要感谢前几天在山上遇到了燕子,把自己救回来。 这么一大锅,里面有十几种的叶子,放了满满的一锅水,就连柴火都已经烧了一半,至少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。 一边烧火,还要一边照顾孩子,真的很怕燕子这种状态,过几天自己身体都容易垮下来。 以前的燕子,一个人吃饱全家不抽,现在的燕子可以说,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。 掀开锅盖,里面热气腾腾,水也少了很多,燕子估计也差不多到了时候,赶紧给孩子安排上,这样自己也就可以休息一会。 接下来准备让孩子起来,首先采用薰针的方法,让孩子体验一下,接下来的这种方法, 或许我们只在电视里面见过,实际生活中很少遇到过,这种方法在越南本地的农村其实是很常见。 直接用床单盖在孩子的身上,下面放上锅,看着热气腾腾的蒸汽,让孩子就像是在享受汗蒸一样,希望这种方法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。 孩子直接坐在床头就行,燕子要比刚才还要更加的盲目,不仅要敷着床单,还要时不时地观察孩子的情况,也要防止烫伤。 坚持了十几分钟,又把孩子抱在怀里,看着孩子身上也全部都是汗水,把身上的寒气也可以释放出来。 昨天的一场大雨,家里的房子四面通风,燕子抵抗力比较强,就跟没事的人一样,孩子就没有躲过去。 大家是不是以为,这就结束了,燕子又把锅端到室外,想再利用里面的药水,给孩子再把身上擦拭一遍。 双重的作用,至少燕子会更加的放心,也算是自我安慰。 不管今天会不会起到作用,燕子已经做好了打算,如果不行,明天直接领孩子到医院。 凡事都有一个过程,虽然这个过程非常折磨人,但大家也不必过多的担心, 最后孩子肯定会好起来,用不了多长时间,又会看到活蹦乱跳的小花。 一大盆水,身上头上凡是能擦拭到那个地方,一个都不想放过,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眼前最后的一个步骤。 孩子看着生病了,但我想这时候肯定自己心里非常的暖。 放到以前,哪里会有人管自己,现在跟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在一块,还能像这样照顾自己。 所以说,孩子好了以后能不感激燕子吗? 回去给孩子换上了一身新衣服,还不忘了把头发给孩子梳理好,从早上开始到现在,都还没有停下一分钟。 希望燕子这么好的心,可以换来最后孩子的好转。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,最后还是决定再把叶子继续放到孩子的头上,让孩子就准备休息。 这两天,总是吃木树,也不是办法。 把孩子安排好以后,也得想法去挣钱买食物。 看着孩子的状态慢慢地变好,这才放下了心。 折腾几个小时,可以换来孩子好受一点,也算是没有白付出。 燕子换上鞋,也就准备上山找竹笋,卖了以后,换食物回来给小花。 单身燕子在大山上独自收获竹笋,准备到山下的加工厂换了买米吃。 现在没有看到小花的身影,就是因为小花还在发烧当中。 病情相对地比晚上平稳了很多,但就是一直发烧不退。 照顾完孩子,燕子也就计划到山上收竹笋。 自从孩子生病以后,家里已经三天没有收入,再这样下去,家里连可以吃的米都没有了。 再次来到山上,燕子开始忙碌,其实心里也有阴影。 孩子生病,也就是从上次上山收竹笋,意外掉到水里开始的。 加上最近几乎每天都在下雨,天也非常冷,孩子的体质比较差。 综合导致的,看到孩子难受的燕子也是无能为力。 所以在观察半天的时间,如果孩子不见好,明天要带着孩子到医院。 山上到处都湿漉漉的,树叶上全是水,越是这样的环境。 感觉越是有点凄凉,今天只有狗子跟自己上来。 要是前几天,小花肯定在后面跟着自己。 天气不好,对燕子来说也有好处。 山上雨水多,竹笋就可以快速地生长。 就像现在没用多少时间,就已经收获了十多个大大的竹笋。 燕子上山也是迫不得已,一边在山上,还要再惦记家里生病的小花。 小花来到燕子家里之后,几乎天天都在生病,这肯定跟以前的体质有关系。 如果说想改善孩子这种状态,估计燕子还要付出很长的时间,好好地照顾孩子。 今天也全靠竹框里面这么多的竹笋,到山下换食物,回家以后不能直接去卖。 必须要全部煮熟以后才能卖到加工厂,跟平时卖其他的东西有所不同。 燕子现在上来也知道穿上雨鞋,很害怕自己有一点点意外,下雨过后到处湿滑,再怎么注意都避免不了花岛。 家里没有可以吃的食物,燕子以前也没有种植太多的蔬菜,并且已经吃了两天的木树,今天卖钱,以后终于可以改善一下。 生活在大山的这种环境中,自己家的地理位置也比较高。 所以平时最讨厌的就是下雨天,不仅耽误忙着家里的事情,还会让人容易生病,尤其是小孩子。 很快到家以后,燕子可以一边煮猪笋,一边看着孩子。 从早上一直到现在在床上躺着,还没有吃饭,孩子也说没有胃口。 头上放着草药,看似在睡觉。 实际上难受的也睡不着,坐在床头赶紧安慰安慰孩子。 燕子以前哪里经历过这种场景,自己也从来没有照顾过孩子,毕竟燕子也是单身那么多年。 小花坐起来,以后感觉脸上都比较发红,烧还没有退下去,现在只能赶紧忙碌自己的事情。 早点去买东西回来,让孩子吃了以后,再坚持一天,也决定明天让孩子到医院看病。 下山的时候就已经把竹笋清理干净,回来直接放到锅里直接煮就可以。 采摘的也是全部大小相等,个头比较均匀,煮好以后直接就可以到加工厂卖了换钱。 燕子很是熟练,以前经常做这件事情。 也是家里收入主要的来源之一。 下雨过后,想要找一点干柴,都非常的费劲,但燕子自己这么多年都坚持了下来。 燕子平时穿着朴素,生活得比较节俭,燕子只有三十岁,但看起来比实际的年龄似乎要大一些。 平时不化妆,不打扮自己,也不舍得给自己买新衣服。 煮好的竹笋直接放到外面,放上一点凉水,降低竹笋的温度。 自从小花来到燕子的家里以后,燕子至少需要抽出来百分之五十的精力,全部放到孩子在身上。 几十根竹笋,经过一番折腾,也达到了卖钱的条件。 大家猜猜,这么多的竹笋可以卖多少钱。 越是在山上容易得到的东西,价格就越不会高。 满满一大盆子,今天收入不会超过三十元,全部放在竹框里面。 一会就可以跟着燕子到山下的竹笋加工厂去看看是什么个情况。 并且,燕子的身材比较瘦小,长期都是将就着生活,吃的也并不好。 收拾完竹子,最后还不忘记回屋看看小花。 虽然下山用不了多长时间,但心里还是放心不下。 走到大路上以后,视线都好了很多,但看天上的云彩。 黑乎乎肯定用不了多长时间,又要下雨。 竹笋加工厂外面放着十几袋竹笋,距离燕子家也不是很远,都是老顾客。 来了以后都不用检查质量。 老板娘也非常的年轻,跟燕子是同龄人,但是看相貌感觉相差很大。 就连小超市卖货的都是小孩子。 来了以后直接买大米,身上没有多少钱。 到了明天去医院的时候,燕子都不清楚怎么解决。 买了几斤大米,付钱以后燕子也就准备回家,当然也给孩子买了一点小零食,回去以后也可以让孩子开心下。 山下的环境比较好,宽宽的马路,生活着很多村民,比较热闹,到了自己家以后又会变得冷清。 还没有到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起风,到了家大门口的时候,风变得也是越来越大。 燕子回来,小花直接抱住了燕子,一会不见,孩子就非常的害怕。 现在燕子是自己唯一可以依靠的人,还好燕子对小花也非常的好。 抱着孩子一直在安慰,这时候也已经下起了大雨,跟昨天的场景非常的相似。 再多坚持一下,明天雨过天晴,就可以领着孩子去看病。 小花意外晕倒,燕子看到以后,赶紧上去查看情况,发现情况不好,直接就把孩子送到了医院。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? 越南农村的医院又是什么样的环境呢? 大家好,小花最近几天总是不舒服,早上起床以后,感觉孩子也挺好。 孩子也愿意再坚持坚持,所以燕子也就准备到山上忙碌以后,留下了孩子在家,燕子也不下山,所以现在一切看起来都还是很正常。 到了春天以后,正是本地农忙的季节,燕子准备上山开荒清理杂草,准备种地。 燕子也比较讲究,来的时候,带着一件旧衣服,很怕又高又锋利的草,把自己的身上划伤,毕竟自己还是一个单身的小姑娘。 一片地也不少,燕子想要全部干完,没有一个小时,肯定是不幸。 还好起床的时候,小花也算是比较正常。 燕子现在重新开荒种地,也不单单是为了自己,也是为了现在的小花。 以前燕子一个人的生活,其实过得挺好,要不是遇到小花,也就不会来到燕子家里,打扰她的生活。 小花自己一个人在床上躺着,周围很是安静,也没有燕子的声音,肯定也感觉很是无聊,自己竟然起床了。 左看右看,左等右等,肯定也闲不住。 昨天晚上跟燕子聊天的时候,燕子答应给小花买两只小羊, 这样以后,在家里,也就不会显得无聊。 这一步干脆,直接就开始给小羊准备草。 这是有多期待,燕子没有在家走的时候,同样跟孩子,交代好,不要乱跑,今天已经是第二次不听话了。 本身就带着病,看看着最后坚持不住,直接晕倒了,在地上。 倒的时候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,燕子在很高的山上忙碌,哪里知道家里的情况。 眼前忙碌完燕子终于可以松口气,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,又要继续到第二个地方去忙碌。 上来的时候就准备了一瓶水,计划就是干上几个小时才回家。 其实,如果按照燕子的要求,嘱咐给小花的事情,可以特别地听话,也就不会发生最近一件接一件的事情。 燕子答应给孩子买小羊,记在心里清清楚楚。 这也只能说明小花比较淘气,可能也是自己一个人以前流浪的时候,自由习惯了,现在有人管着自己有点不适应了。 眼前的一片草长是非常的好,燕子停下来准备收割上一点,买小羊的时候正好可以让他们吃。 现在燕子哪里清楚,小花已经自己晕倒在了房子后面的山上,跟燕子现在所在的地方正好还是相反的方向。 大家就说,是不是很生气? 眼前这么好的草,燕子也并不着急,慢慢悠悠地,用了很久,收割了一部分,整整齐齐地整理好,放在框里,就准备先放到家里,顺便看看孩子,然后再上山继续干活。 变换了几个镜头,燕子还没有到家,所以说距离自己家房子,也有很远的距离,就算是孩子大声地喊叫,燕子估计都听不到。 回家看不到孩子以后,燕子又开始着急了,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,燕子一路小跑,左找又找,左喊又喊,就是没有一点的回应。 孩子本来就有病在身,这放在谁身上,肯定也会着急坏了,现在只能向方向相反的地方继续找,还好找对了方向。 最后干脆站在一颗大木头上,左看右看,这时候距离小花晕倒,至少都已经半小时过去,还好最后发现了。 不清楚,孩子是睡着,还是晕倒,反正就是怎么喊都喊不应的孩子。 本身这几天,燕子用了很多的方法,利用山上的药材给孩子治疗,如果说孩子可以挺过去,也就可以省下一部分钱,毕竟在山上挣个钱,真是太不容易了。 这情况,燕子以前哪里有经历过,只能先把孩子抱回家以后,观察下情况。 燕子本身就是单身,有了最近的经历,如果以后燕子结婚有孩子,肯定也会增加不少的经验。 回来以后,把孩子放在床上,手里也拿着毛巾,试图想着用一切的方法,想让孩子醒过来,但是照顾了很长时间,都没有反应,看来也只能领着孩子到医院了。 最后,让孩子平躺在床上,效果是好了很多,似乎也有了意识,如果孩子听话不乱跑,肯定也没有现在的事情发生。 为了保险起见,燕子最后也只能决定背上孩子到医院,现在幸亏也是白天,燕子山上计划好的活,也不能干了。 家里连一个交通工具也没有,又是居住在深山当中,燕子能有什么办法,只能到附近村里的小诊所,去给孩子治疗。 到诊所的路,也就是十几分钟,但是燕子感觉这段路,是自己最近几年走过的最漫长的路,这种心情,或许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懂。 到了以后,诊所里面一个病人也没有,很是冷清,一般有小病的时候,都是扛着,在山上生活,山清水秀空气好,人们的身体素质也都非常的好。 最后,调评也安排上了,燕子这一下也就可以放心,医生由于个人原因,也不愿意处境,所以诊断的过程也就直接省略。 医生分析的原因,就是受风寒,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的。 大概一个小时以后,估计也就快要结束,不仅今天来一次,按照医生的要求,至少要来上三次才行。 回家以后,只能吃点有营养的东西,才能更好地改变孩子的情况。 背上孩子回家吧,别说来三次,就算是来今天一次,就要花费挺多燕子的积蓄,但是燕子也是一点都不含糊,生病了就治疗,没有钱以后还可以再挣。 走到半路的时候,孩子也很是懂事,直接自己下来开始走,刚刚从医院出来,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才行。 越走越没有力气,燕子也算是缓过境来,直接又背上孩子,回去以后多休息吧,希望孩子这次可以早点地挺过去,也让燕子的心里安静几天。 同时好了以后,一定要听话,不能再乱跑,有时候燕子感觉孩子小,一些比较严重的话也不会说,很怕伤了孩子的心。 太好了,燕子喂了以后,小花不会无聊,直接买了两只小羊回来,以后的生活真是越来越好。 每天住在四面透风的墙里面,还好最近的天气不是很冷。 以前是燕子一个人,现在又多了一个小花,所以燕子以后准备把家里房子改造成实木的。 孩子也醒了,一天的忙碌生活又要开始,站在院里开始梳妆整理。 两人都是长头发,早上起来以后,也需要一点时间收拾自己。 整理完自己,还有照顾孩子,两人起床以后,看来又不想做饭吃,这种习惯是真不好。 已经联系好山下的牧羊人,现在最主要的就是,在家里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搭建羊社。 自己菜园旁边一块地,也成了燕子的首选,过来的时候就拿着工具,地上的杂草全部清理掉。 等着一会羊回来的时候,直接把弄下来的草喂羊,一点都不会浪费,这样的安排真是太合理了。 现在正在搬运的木材,就是上次燕子上山砍的,因为砍这些木材还被树压到受伤,好多天才慢慢好起来。 咔咔咔的按照测量好的尺寸砍好以后,直接当做羊社的基础使用。 在山上砍的竹子也派上了用场,搭建羊社是一个技术活,小花基本帮不上忙,在一旁歇着就行。 燕子拿上锯子,也就准备开始加工竹子,按照预想的尺寸全部锯断,最后上面还需要开很多的孔洞,方便一会直接组装。 镜头里面没有小花,燕子仿佛又回到了以前自己独居的生活。 有了小花,以后每天的时间也都过得快了一些,并且小花也很是懂事。 小花穿着小裙子,也开始闲不住,直接加入到了建造羊社中来,买上两只小羊。 家里也就可以热闹很多,这样小花以后在家里也不会无聊。 说不定小羊长大以后,还可以让小花喝上羊奶,补充营养。 今天燕子搭建羊社,大家也可以看看燕子的技术水平。 家里的几间小房子都是自己一个人慢慢悠悠地改造好。 现在有了小花以后,也就更加地干劲十足。 其实也不用大惊小怪,在越南农村生活,几乎无论大人小孩都可以把竹子玩得很溜。 利用竹子制作各种形状的东西,就跟家常便饭一样。 竹子上面洞口全部开好以后,接下来就剩余组装,就像是搭建积木一样。 在放松娱乐的同时,还可以把羊社建好。 这样的生活环境,确实很是让人羡慕。 每天生活在大山上,没有一点压力,也没有人打扰,过着母女的二人世界生活。 关键是,小花很是懂事,非常的勤快,就是太想着表现自己,很怕燕子不喜欢自己了。 总是想着自己偷偷地下山卖菜,想着给燕子减轻一点负担。 一直给燕子传递竹子,两人配合着干活也很是快,没用一会,扬设的已经有了模样。 小花也是忙前忙后,这就更加的让燕子喜欢,这么能干的孩子,真想让他快快地长大。 主体全部完工,燕子也开始挖坑,准备放羊舍的立柱,最上面肯定还需要再搭建一个屋顶。 在山上已经到了雨季,前几天都刚刚下过一场雨。 制作房顶的叶子,山上也很多用着很是方便。 或许小花也是感觉很好奇,直接也跑到里面玩耍,毕竟还是一个孩子。 从小就失去父母的关爱,现在也开始把燕子当作自己亲妈来看待,好在燕子非常喜欢这个孩子。 房顶上面的横竹竹片也快放好,最后放上防水叶子就可以搞定。 不仅小花很期待小杨的到来,我想屏幕前的你,肯定也跟他俩一样,很是期待。 就连燕子去拿叶子,孩子也跟着,现在小花还小,也没有到上学的年龄。 燕子也一直在联系村里学校,想着到了年龄以后,一定要让孩子去读书学习。 不能像自己一样,就是吃了不学习的苦,自己只能一个人生活在大山上,并且还被男友给骗了。 房子全部建好,地上的卫生也是顺手,就可以收拾。 剩余竹子全部放在一块,以后用竹子的地方还有很多,肯定一根都不会浪费掉。 收拾好以后,拿上工具回家里抓紧时间休息下,需要赶紧下山去买羊,看着搭建羊舍的时间不长。 实际上现在都已经快到了中午的时间。 就连休息的时候,小花也要紧紧地抱着燕子,两人的关系真是越来越好。 忙碌半天,把燕子累得也全身是汗水,孩子倒好又闲不住了,趁着燕子休息,还不忘记把晾晒的东西收回去。 这么勤快的小花,我想谁都会喜欢,总想着每天干一点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。 如果燕子是自己亲妈妈,我想肯定不会让孩子每天都干很多的活。 休息过后,燕子也把自己全部的积蓄拿出来开始整理。 今天买羊以后,燕子就需要付出比以前更多的时间去挣钱了。 钱放在兜里以后,小花早就已经等不及想赶紧下山,直接就走在前面,感觉孩子都想着跑下山,早点可以看到小羊。 燕子下山卖东西的时候,已经联系好了卖家。 来到羊社以后,直接选就可以,价格已经谈好,燕子兜里的钱也是完全够用。 一个个小羊虽然小,但是看着都很是精神,人家养羊的地方还是拾木板房,所以燕子下定决心,以后一定要盖笔,现在还要漂亮的房子居住。 给钱以后,燕子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,这下好了,直接就可以把小羊给迁回去。 但是回家过了几天以后,燕子发现买的羊被骗了,这个以后慢慢跟大家说。 现在还看不出来异常,两人都很是兴奋,回家以后有了羊社,自己赶进去就行。 羊社预留的洞口不大,现在小羊进去很合适,但是以后长大,还需要再改造。 这也算是小花来了以后,家里新天的第一冬季,直接就到羊社开始抚摸小羊。 可以看出来,小花很是喜欢。 同时也到了做饭的时间点,回去以后燕子又要开始忙碌做饭了,大家说,今天是不是很充实呢? 太好了,燕子和小花收到网友一大箱子东西,很是开心,再次感谢好心人的支持。 大家好欢迎来到单身燕子,在越南的家,一早松火师傅直接背着一大箱子东西就来了。 现在的天气也非常的好,最近小花身体总是不舒服,网友也看在眼里,并且小花已经基本痊愈。 直接给送到了家门口,真是喜上加喜,两人也是非常的惊讶,算是一个大大的惊喜。 这么大一个箱子,我想大家跟燕子一样,肯定很是好奇,里面都有什么。 主要还是燕子的好心收留小花,应得的一份关心。 拿上刀就直接开始拆,燕子以前从来没有收到过东西,所以也是比较兴奋,就像是拆盲盒一样。 打开以后,上面全是衣服,这也太多了,以后小花再也不用担心,会因为天气的原因生病。 感觉至少都有几十件衣服,上面还有鞋子,这一下就算是穿几年都没有问题。 燕子一件一件地往外拿,里面竟然还有很多吃的。 想想,前段时间燕子因为小花没有衣服穿,直接到村里去找旧衣服穿,这样以后也就不用为了衣服发愁。 全部放在床上,竟然还有一个漂亮的发甲,有孩子的衣服,有大人的衣服。 以后,两人就可以穿着新衣服臭美了,估计晚上睡觉都能开心地笑醒。 以前做梦都梦不到的事情,竟然因为好心人实现了衣服自由。 直接给小花就开始试衣服,身上都已经穿了好几层,都非常的合适,真是会挑选。 再次感谢好心朋友,全部拿出来清点清楚都有什么东西,燕子也就知道以后怎么安排。 关键吃的也不少,很多零食,两人终于可以改善下货式。 送的东西一看就是在大城市过来的,在越南农村就是想买都买不到呀。 罐头饼干,还有一个给小孩的粉色小玩偶,真是随便一件,燕子平时都舍不得买,想都不敢想。 燕子赶紧打开一个零食,让小花吃,自己都没有舍得吃上一个。 小花自己都已经可以下床,状态也好了很多。 最近总是下雨,每次出门的时候,很是不方便,所以燕子也准备在卧室门口的地方,搭建一个小亭子。 今天有了吃的以后,多不用下山卖东西挣钱,正好也可以在家里陪着孩子,让孩子的身体再巩固巩固。 燕子穿着自己工作服,咔咔地在山上已经开始,这个位置距离家里不是很远。 其实燕子也很担心,小花自己又会乱跑,希望这次会听话。 没一会七八根竹子,就已经运下来。 燕子说,要是家里不是多了小花,自己也就不会每天像这么美,自己什么都可以坚持,什么都可以将就。 这么冷的天,燕子为了节省时间,直接走水路,一次性的就可以把全部的竹子运回家。 就算是全身都湿透了,也没有关系,回去直接可以换上送来的新衣服,多的也是根本就穿不完的。 竹子全部都搬运回来以后,燕子也赶紧把干净的衣服换上。 这么冷的天,真的会担心燕子在生病,那就问题大了。 小花今天也听话,一直在屋里待着,也没有乱跑,两人在一起生活,总要有一个互相适应的过程。 燕子穿上新的衣服,看起来也年轻了很多,这样才是燕子应该有的样子。 平时就知道在家里干活,都不懂得收拾自己。 回来以后拿上工具,也就准备开工,几根竹子,对于燕子来说,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搞定。 最近要不是小花生病,肯定早就已经跑出来一块干活了。 竹子泡过水以后,也看起来湿漉漉的,测量好尺寸,直接就开始剧断。 燕子,其实闭着眼睛都可以完成,也是自己一个人生活,慢慢积累的经验。 小花在屋里也不出来,要不是燕子一直跟小花讲道理,肯定又该乱跑了,毕竟也还只是一个孩子。 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,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上学,以后也只能全部都指望燕子。 最后一根立柱,加工好了以后,直接放在坑里就可以开始搭建架子。 不过活都还没有干完,好像又已经开始下雨,幸亏没有下山,不然回来的时候就又费劲了。 基础坑里面也全部都是水,燕子也努力地在夯施,不过感觉看着都不是很结实,好在燕子挖得也比较深一点。 新衣服穿上以后,很快也已经临湿,如果再换的话,就已经是第三身衣服。 要是以前衣服湿透以后,也只能将旧着。 房子后面紧挨着河道,下雨过后,水流的声音更大。 如果说在这里睡不习惯,晚上一直有流水的声音,根本就受不了。 最后开始分竹子,分好的竹子直接当做小房顶,用。 这样搭建好了以后,也就算自己卧室有了一个小阳台,下雨的时候站到门口也不会淋湿。 全部做完以后,早上起来到现在都还没有吃饭,小花就吃了一点零食,燕子都还没有吃,又是下雨天,吃点早点也俗所谓。 小房子上面的横称放好以后,燕子也不打算放树叶,又是下雨天,现在的天气也是越来越不好。 燕子已经开始收拾,小花在屋里也是也一直关心,一直让燕子回去,小花并刚刚有所好转,自己也不敢冒浴出来。 第二身衣服又全部淋湿,收拾完赶紧回屋里,再换一身衣服,直接就开始做饭。 回来以后,燕子不再事外干活,直接就换上一身好看的裙子,肯定也是比较新鲜,一会大家可以看看效果。 手在灶胎的旁边,一边等着做饭,一边赶紧暖暖身子,以后有时间,要是把自己房子架固下,晚上睡觉,也不会四面透风。 最后再炒上一个青菜,其实也是院里的野菜,并且还给孩子又炒了一个鸡蛋。 这下好了,开饭吧,又是在床上吃。 都快要吃饭了,小花还对自己的小玩具恋恋不舍,今天肯定连睡觉都想抱着一块。 两碗米饭,两个菜,简简单单吃上一顿,盖上被子,呼呼大睡一觉,下雨天想想都挺美。 小花穿着新衣服,看不出什么效果,但燕子穿着新衣服,显得也比较瘦。 跟自己穿破破烂烂的时候,比漂亮了不少,主要燕子比较黑如果再白一点就好了。 一边吃一边聊天,小花的话也多了起来,看到小花好起来以后,真是都替燕子感到开心。 太好了,单身燕子和小花在院里盲目,准备改造自己厨房,这样以后做饭的时候,也不用总在睡觉屋里。 同时,今天也是小花生病,康复第二天,燕子也不打算带着小花上山。 换上鞋子拿上工具,自己一个人要去忙碌。 小花在屋里还拿着热心网友送的玩具,玩得很开心。 燕子也穿着新衣服,就连晚上睡觉也穿着。 现在上山干活也一样。 现在的天气看着很是不错,谁也不会想到了最后又开始了下雨。 眼前这种特殊的草,比人长得都要高,大家有没有清楚具体叫什么名字。 收获草回去编制以后,就可以当做房顶的材料用,防水性能也特别的好。 但是数量必须多,所以燕子只能不停地收。 以前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,燕子也没有这么勤快。 一半的原因其实都是为了小花,让小花也可以感受到家的温暖。 上来一会儿又开始起风了,呼呼的声音。 在大山上多少有点凄凉,不习惯的话都会有点害怕。 但是燕子自己一个人都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。 当然其初也是燕子跟男朋友在这里生活,种种的原因燕子就是不想替以前的事情。 燕子说过段时间,自己和小花稳定以后,也会把自己这几年的遭遇都分享给大家。 燕子的故事很感人,故事也很适常,燕子一个女生生活在大山上,很多人也都为燕子担心。 好在这么多年,燕子都已经坚持过来。 以后有的是时间,燕子的防水草也收集好,出来很长时间,小花估计又在家里等得着急。 先背回去一次,正好可以回去看看小花,经过半个月的相处,两人也有了感情,有了默契。 燕子为了小花的爱好,还特意的买了两只小羊。 一个人躺在床上,手里也一直拿着玩具不放手。 一个玩具,燕子说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,孩子都是一直抱着睡。 建造小厨房,家里昨天砍的竹子也都不够了,这部燕子上去以后,很快就已经扛下来,很多。 守着大山,守着竹林就是方便。 回来的路上也不好走,土都变得松软湿滑。 拿起一个竹子,中间劈开以后,直接可以编制防水草。 在越南大山上生活的人,都很是能干,不分男女,甚至有时候女士比男士还能干。 只要是和大山有关系,不管是种地改造房子等等,都非常的厉害。 园里有了动静以后,小花在屋里也闲不住,身体好了以后,又可以帮助燕子干活。 但是孩子还有点小,倒很是希望孩子每天都可以歇着。 穿着小拖鞋,小胳膊小腿干活很是快,已经开始给燕子传递草。 穿着新衣服,就跟宝贝一样,以后也不用再为了新衣服发愁,孩子有时候就是容易满足。 眼前就剩余最后一片草,也全部都加工完。 规规矩矩的燕子的手法是真好,如果拿到及时去卖,我想肯定也会有人买。 这种草不仅防水,并且也有一定的保温性能。 厨房的小屋顶,主体制作的时候,就做的斜屋顶,就是下雨的时候,雨水也可以很快地拍走。 燕子一个人安装,小花在一旁看着,就像是燕子小时候,看自己父母干活一样。 所以根本就不用学习,看到时间长了以后,自己闭上眼睛都可以完成。 多余出来部分,直接用刀材剪掉,这样整体也就会变得美观。 最后再把地上垃圾清理掉,房顶就算是完工,当然还少不了围墙。 并且有时间的时候,燕子还想自己再制作一个橱柜,让家里也变得比以前还要整洁好看。 围墙施工以前,先平整场地,一个步骤挨着一个完成,一个步骤没有做好,最后就只能反工,或许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弥补。 所以一次性的完工尤为重要,节省出来的时间,燕子都可以到山下买东西,多挣一分钱。 剩余竹子,全部加工成竹片,当作墙体的材料来用。 看似比较简单,其实燕子也是暂时的将就下。 以后,准备在这里盖石墓的小别墅。 燕子拿上竹片,二话不说,赶紧组装围墙,每天家里改变一点点,时间久了,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还好燕子很是能干,心也比较好,不然小花碰到别人以后,绝对不会有每天这样的舒服生活。 渴了有水喝,饿了以后有人给做饭,简直比自己父母对自己还要好。 剩余最后一面墙的竹子,咔咔咔地直接摆放就行,一会就可以展现出来一个好看的小厨房。 最后也不忘记再重新制作一个小门口,看似很是简单,但是也已经用了很长的时间。 都还没有完工,就又开始下雨,所以也只能被迫地完工。 小花拿着锄头也开始疏通水道,但是房子要是稍微地建设高点就好了,就不用每次到了下雨的时候都要担心。 小花都还没有起床,燕子已经上山砍猪笋回来,孩子就是幸福,想睡多长时间都可以。 几间竹子房住着单身燕子,和素不相识的小花已经快有一个月的时间。 燕子每天给自己安排的工作也是越来越多,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也比以前更多,每天把小花当作自己的亲女儿一样对待。 测量好尺寸燕子已经开始加工竹子,工具发出的声音,也让屋里的小花醒了过来。 小花很是懂事,这也是燕子喜欢的原因。 现在制作橱柜,燕子也想让孩子享受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环境,别人家有的自己也要有。 小花很快也过来帮忙,身上穿的衣服也是热心的网友赠送,每天都可以穿不同的衣服。 小花以前做梦想穿的裙子,现在也都慢慢地实现。 有了小花的帮忙,速度都快了一些,这部橱柜的框架都已经完成,燕子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每天都是自己养的大公鸡,把自己叫醒。 现在家里也相当于有了厨房,自己的卧室面积也扩大了很多,以后做饭直接可以在门口,也不用一直在屋里做饭,弄得床上到处都是油烟。 小手里拿着的小玩偶,真是只要有时间就会拿在手里,自己帮不上忙以后,就默默地看着燕子干活。 一边看一边学,虽然现在自己干不了,但是等自己长大以后,肯定就可以为燕子分担一些家里的活。 燕子现在正在加工小竹片,一会编制好以后,当作橱柜的隔层板,以后做饭放用具的时候就会很方便。 现在家里其实还缺一个比较大的灶台,这样就会比较完美,一日三餐用到的灶台肯定是不能没有。 现在两人手里的小竹片,大家猜猜是用在什么位置的。 以前没有橱柜,现在有时间制作以后,燕子也是非常的认真,必须要制作一个比较实用又好看的。 燕子看起来年龄不大,但是经验丰富得很。 这个角度显得屋里就比较黑,家里也没有发电机,所以平时白天的时间,燕子八不得一刻不停的都想干活。 地上剩余的边角料,以后也都可以烧火做饭,都不会浪费。 收拾干净以后,也就可以领着孩子到山上收获,巨无把竹笋。 最近的天气很好,阳光照射的也比较强,本身就住在特别深的山脚下。 家里有了两人忙碌的身影以后,也就不会显得无聊。 想想以前燕子自己在这里生活的时候,简直就不敢想象。 小花也一直都没有闲着,一直都在干活。 两人的脾气性格,还有干活卖力的劲头,很是像。 这或许就是缘分让两人相遇。 最后再看看室内的橱柜,很是漂亮。 橱柜是做好了,我想大家肯定和我一样,比较期待两人是如何制作竹笋,如何用竹筒粗存竹笋的。 这么热的天,回屋休息调整下,也就准备上山。 燕子想让小花自己待在家里,小花生病也好了,所以就坚决地要跟燕子一起上山。 上山的时候不忘记穿鞋子,这种习惯就特别的好,相对于男孩和小雪来说,还是比较好点。 并且,燕子也专门按照小花的要求,在村里给孩子逃离一个旧的小竹框,不过看起来也很是合适。 这样以后上山多少都会给燕子分担一点重量。 现在来的山也是自己房子后面的大山,住的位置唯一的好处,就是可以随时上山寻找山火。 来了很快也就发现了目标,燕子说记得这里有竹笋,但是来了以后也没有想到竹笋的个头会如此的大。 感觉一个竹笋就可以放满竹框。 由于品种不同,所以燕子也就决定自己留着吃。 山上很多的小竹笋留着以后,可以收获竹好以后到山下换钱。 换地方以后,又发现了两个个头大的,砍上几颗就够两人以后至少半月吃的。 今天下山以后,也不准备直接就吃,燕子早就有一个想法,全部加工好以后,放起来以后哪天想吃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。 看看燕子手里的,是不是感觉很是惊讶,大家感觉这么大的竹笋。 生长周期是多长时间,我想如果你生活在南方,肯定就会比较清楚。 最后,小花的小竹笋里面也放了一个小个头的,这样小花也就会感觉自己上来的值得。 自己心里才会踏实,燕子别看单身,还真是会哄孩子。 以前以后,带着今天的收获,晃晃悠悠的一回就可以到家里。 以前燕子上山时候,都是狗子跟着,有了小花以后,狗子都吃醋了,今天狗子也没有跟着上来。 回来的路上,燕子顺便也砍了一颗大竹子,至于有什么用,一会大家就会特别的清楚。 燕子背着竹笋,自己一个人都放不下来,天气这么热,赶紧坐下来缓一缓,一会有的是时间,回来以后还不忘记拿上小玩偶。 山里的孩子就是这么容易满足。 简单休息调整以后,也要整理拿回来的竹笋,家里有了存菜以后,就是下雨天不想做饭的时候,随便吃点都比较方便。 这样正好可以跟着燕子学习下,制作竹笋的过程。 在山上想存东西,在没有冰箱没有电的情况下,居住在山上是怎么应对。 现在燕子手里的,是今天收回来最大个头的,看着至少都有十斤。 这么大一个,两人至少可以吃上好几顿。 别说是我们就连小花,也是第一次接触竹笋的这种制作方法。 蹲在燕子旁边,很认真的在学。 燕子说,仿佛都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。 竹笋皮全部清理掉,出门直接倒在院里的角落就可以。 其实应该在山上就把皮取掉,这样回来的时候也就不会产生很多垃圾。 山上的竹笋很是多,一直吃都不会吃腻,只不过要经常变换着方法吃。 认识燕子以后,最近也才吃过几次而已。 中间吃木薯,还吃了三天,也度过了几天困难的时间。 现在一切都好了,小花身体恢复健康,并且还可以帮助燕子干活。 接下来有时间的时候,直接就可以下山赚钱。 两人手里拿着的刀,也是在山上砍柴用的。 平时做饭切菜,还是跟国内有很大的区别。 盘里面都已经堆积成小山,幸好也快加工完。 这样一会,燕子在山上拿回来的竹子也就派上了用场。 手里的大竹子,直接锯断以后,当作装竹笋的工具,这样也就省了钱买桶。 这不就是最天然的制作储存方法? 小花直接坐在竹子上面,在家里多一个人,用处还是非常的大。 至少不会无聊,无论干什么事情,都有一个人陪着。 就算是不干活,小花在一旁待着,燕子也会感到很幸福。 四根竹子全部清理干净,回屋以后需要把加工好的竹笋全部放到竹筒里面。 这样的制作方法,或许你会有很多的疑问,但是没有关系,想说什么,直接在评论区聊聊。 或许屏幕前的你,以前也有过这种制作经历。 大家感觉这种方法可以存多少时间不会坏,家里除了盐巴,也没有多余的可以放的调料。 一大盆竹笋,用不了几分钟,就可以全部放进去。 有了今天的储备,明天燕子计划还是在家里忙碌价,暂时还不计划去卖东西挣钱。 四个竹筒还是刚刚好,现在两人的位置,以前就是室外。 室外,燕子利用两天的时间,直接就改造出来一个厨房。 最后,竹筒里面再放满水,大家感觉这种做法行不行,能不能存的时间久一点。 以后的生活中,我们也可以观察下,四个竹子竹笋,两人可以吃多长时间。 剩余最后一根,全部放上水以后,当然还不算完成,最后还需要再隔绝空气,不然也不会存的时间长。 现在用的风口的叶子,同样也是在山上摘毁的。 家里除了米需要花钱,其余的都没有一点花钱的地方。 并且燕子今年也种植了很多米,收获以后至少都可以吃一年的时间。 所以说挣钱以后,全部攒起来,就等着盖新房用。 最后一根完成,这样今天的全部计划任务就已经搞定。 又是很充实的一天,小花自己也又学到了很多方法。 放到厨房的角落,想什么时候吃都可以。 最后再清理下地上的垃圾,整个过程是不是很简单,你学会了没有? 如果你身边有先天的优势条件,自己也可以试试。 一起在村口卖东西,以前从来没有过,今天会不会很顺利呢? 反正最近两人的生活是很平淡,一切正常。 小花的身体也调整好了,好长时间都没有生病。 早上吃饭以后,直接就到了自己家房子后面的山上。 也是时候到了开始挣钱的时候,因为燕子一直有个想法,就是要改造自己家里的房子。 来了以后,地上叫不上来的红色果子,也就成了今天的采摘目标。 越南山上到处都有好东西,同时很多也是国内也都没有见过的东西,有时候看起来就比较稀奇。 小花也不闲着,帮忙一块传递一块,在框里面放,红彤彤的收获,看起来也很是多。 第一次下山买东西,所以也就不打算采摘非常多。 今天也算是下山体验买东西,找找感觉,扭头燕子,又直接开始砍竹子,这是要干什么? 后面才知道,原来是小花口渴,直接砍了竹子,就当做水杯来用。 两人在山上喝水,都变得非常的有情调,所以无论什么时候上山,根本就不用带水杯。 当然,如果想带的话,家里也没有呀。 家里的狗子也是一块跟着上来,不留在家里看着自己家,每次都是主动地偷偷跟着燕子。 一会回家以后,还需要再把今天的收获整理好。 好久,一直都是在家里没有出门,也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挣钱。 现在的生活也算是稳定,所以燕子也就想着,趁着田里没有活的时候,多挣钱,将来计划让小花到学校去读书。 以后,买书买衣服会有很多花钱的地方。 回来以后,大家也仔细看看,地上的东西叫什么名字。 就算是燕子告诉以后,也很难翻译成汉语告诉大家。 感觉平时大家肯定也是对这种东西非常的少见。 看着收得不多,回来整理好以后,感觉也挺多。 燕子说,以前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,基本就是靠着种田生活,其实也很少下山卖东西挣钱。 但是现在已经不同,家里有了小花以后,燕子也就变得更加的勤快。 眼前青色的果子,很像是缩小版的羊桃,就是感觉个头有点太小了。 一会到了村里,看看今天的售卖情况怎么样。 以前燕子总是独来独往,现在有了小花,燕子其实也很是害怕村里人说三道四的。 临走以前,小花还不忘记,看看自己的小羊。 一会下山的时候,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可以回来。 对了,燕子本身就是单身。 加上有了小花以后,自己再次的想找对象都成了问题,好在燕子看得比较开。 家里有了小花,反而燕子感觉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充实。 相对于以前被上一个男朋友欺骗的时候,燕子也悟出了很多的东西。 都已经是过去式,燕子也不想再多提了。 到了村里,随便就找了一个地方。 在村里卖山上的山火,大家感觉会不会很容易呢? 其实具有非常大的挑战性。 大概过了十分钟,直接来了三个年轻人过来。 就这么一回,其实路过两人跟前的人很是多,但是看到卖的东西,直接就扭头走了。 如果闲着没事,多花费点时间上山,还是很容易得到的。 一个人买了一袋走了,这样跟前也就剩余最后一袋。 还需要再慢慢地等着,但是什么时候可以卖出去,真是要全靠今天的运气。 路过的人还有远处的人,似乎也挺多,但是就是对他们的东西不感兴趣。 不过至少也卖出来不少,燕子手里也一直拿着今天挣的钱。 这么多天,也算是见到了回头前,以后继续努力,多上山走走,总是会有机会的。 为了不让小花等得无聊,家里也还有很多活,所以也就直接收了。 以后想什么时候卖都可以,自己家的小竹子房,距离附近村里,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,也不算远,以后有的是机会。 这不很快就已经到了大门口,狗子没有跟着去,一直在家里看家。 家里有鸡鸭鹅还有小羊,所以也不能长时间地让家里没有人,不然这样就容易出问题。 几只小鸭子也是前几天买的,小花对这些东西很是感兴趣,每天不多看几遍,心里就难受,毕竟也还只是一个孩子。 回来以后,一起坐在小床上面,燕子上山以前还不忘记,再次地把钱拿出来,准备放到家里面。 很是害怕上山的时候丢了,虽然不多但是,也是他们付出几个小时的时间换回来的。 燕子拿上刀,准备上山,告诉小花在家里待着,哪里也不能去,这样自己在山上的时候也才会放心。 一大片的竹林,现在也只有竹子可以利用,地上一个竹笋也看不到,有免费的竹子可以用,家里改造的时候也就不用额外的多花钱。 燕子在山上盲目,大家感觉家里的小花会不会闲着住,在家里又会干什么呢,我们一起来看看。 拿着刀就开始割草,燕子走的时候就交代了,看来小花多少还是有点不听话呀。 这不用说,肯定又是给小羊在准备草。 别看小花个子小,但是干活的时候,全身都是劲,燕子不带着她上山,就是想让她多休息。 谁又会想到,这哪里显得住呀? 家里一共买了两只羊,每天吃的也都挺多。 并且有一只的健康状况也不好,所以小花也就更加的用心对待。 自己上山也背着小竹框,随便收点草回去就可以够小羊吃,越是山上的草越是嫩一点。 小花也很是会找地方,回去以后也正好可以看看小羊到底是怎么了。 自己打不开门,干脆就直接翻墙进去。 里面是一只比较小的羊,买回来其实也没有多长的时间。 其中有一只的健康状况就不好。 所以也是怀疑,去买的时候,羊主人肯定也是知道情况,最后还是卖给了他们。 感觉都有点被骗的意思,但是也找不到理由。 小花还小,一边喂,自己的眼泪哗哗的就下来了,看起来也比较伤心,燕子现在也没有在家。 放上草以后,就赶紧回屋休息吧,一会燕子回来找不到又该着急了。 看着孩子伤心,燕子肯定也不会好受的。 临走还不忘记给羊多放上一点,又是平淡的一天,时间过得也真是太快了。